最近爆出的三元色幼儿园涉嫌儿童性侵事件 举国哗然 朋友圈连续一周刷屏转发讨论 也是前所未见 事发不久 人们发现这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股价也成为关注热点 朋友圈甚至出现了要组团去做空这只股票 这样义愤填衣的呼声 做空股票是什么意思 一位读者跑来问人者 那让人者来做一个简单的扫盲 一般买股票的都是想低买高卖 做空的人想要高卖低买 在英文里做空是short sell 或者直接把short当动词来用 中文里空投 沽空 卖空 都是short的意思 空就是空仓的空 你没有这只股票却要卖它 怎么卖呢 去借来卖 将来买回来再还 把借来的股票市价卖出 将来股价跌了再买回来还给别人 这就是高卖低买赚到了差价 如果股票价格涨了 呃 这就成了低卖高买 是的 搬一个空石头也能砸自己的脚 最后别忘了借股票是要付利息的 那么为了维护宇宙正义 我们要组团做空肇事公司的股票吗 这个问题有趣很多 我已经吃了三个橘子还没有想清楚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 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做空股票本身 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像刚才解释过 做空就是把低买高卖这件事情的时间顺序调换 如果你认为借任何东西并支付利息 没有道德问题 那做空股票应该也OK 但是经济学家真的懂道德吗 让我们想想把股票借给你卖的那个人 他也是做空交易的必要组成部分 这个人是一家公司的股东 为了赚取利息 把手上的股票借给别人去卖 如果你的生意伙伴 把你们一起创业公司的股票借给别人拿去卖 或者马云把手里的阿里股票借给马化腾去抛售 大家真的觉得没有任何道德问题吗 接下来不考虑谁在出借股票 让我们看看组团去做空的人又是什么情况 我猜想这些人的目的是 一 用自己的行动导致该公司股价下跌 以此惩罚通过该幼儿园赚钱的股东 二 赚钱 让我们先看看第一个目的 首先 这种组团去做空一家公司的行为 本身可能是触犯了禁止操纵市场的法律 在维护市场公平的角度上讲是有问题的 其次 一个上市公司有很多股东 股价下跌会伤害到所有股东的利益 如果做空导致股价下跌 有很多没有管理和监督角色的小股东 也会成为负担损伤 好像美军的导弹在炸死了恐怖分子的同时 也伤害了他的Uber司机一样 那他们希望通过这件事赚钱的二级目的有道德问题吗? 没有人会强迫你说赚钱有问题 不过假设你通过做空三元色发了大财 跟年后不论杂志来问你生财之道时 你会说你是金融投资赚的钱? 还是会说是做空三元色幼儿园股票赚的钱呢? 如果你对后者心有余悸 说明这件事还是有点发灾难才感觉的 也许你会说你的目的是要惩罚三元色的股东 如果做空赚了钱全部捐献给受害者 让我们来看一下你赚的钱是哪里来的 当你卖空股票的时候 你的利润来自于差价 也就是说在股价高位 你去借来了希望惩罚的公司股票 卖给了一个路人脚 因为你借来的股票还得还回去 等股价跌了 你还得从路人仪手上 把你觉得禽兽不如的公司股票 再买回来还给别人 如果你认为投资一次 这个公司的股票都是值得你组团来惩罚的事情 在惩罚的过程中 你完成了三次和这个公司相关的投资行为 还赚了钱 回到最初的问题 做空三元色的股票 有什么道德风险 在忍者看来 每一步都是道德风险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 或者YouTube上搜索并关注忍者ATM